这干啥呀 饭不做 还洗个澡了 干嘛饭不做 你就自己做呗 洗澡怎么了 你不都往下洗澡吗 那我就不能白天洗了 你这是干什么 出去啊 出去干啥 跟同事吃饭 以前同事吃饭呀 月初月好了一起出去吃饭呀 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事多了 为啥告你 你为啥也不告我呢 为啥告你啊 哪个同事啊 哪个同事你也不认识 男的女的 有男的也有女的呀 你废话 哥不就有男有女的 别的还没有呢 几个人 三个个吧 几个男的 一个 三个还是四个 我哪吃到三四个啊 那另一个同事约的 我也不知道就说三四个 我还能问那么清楚啊 你说你啊 我自己在家都没有饭吃 没有饭吃 你就自己弄点啥吃得了呗 我习惯吃你做的饭了 那你就饿着 那等我回来你再说吧 不去去吧 怎么不去去吧 个家里多好啊你 出去干那么吃 什么意思啊 同事一下 跟老公在家吃 这干什么 还要喷香水啊 对呀 喷香水怎么了 出去吃个饭 又干什么 又洗澡 又喷香水 你干啥 那么不正常呀 以前从来出去的 那么 都没说喷香水 跟我出去都没说喷香水 你这吃个饭 你就喷香水 啊 头也吹好了 哎呀 洗 洗 哎呀 洗少点跳板啊 我准备穿衣服走喽 我 我也去 你去干什么啊 我去看你 我去干什么 你去看我干什么 我跟同事吃饭 你看我干什么 结婚咱俩结婚那么些年 你也没说出去跟谁吃饭 又又洗澡 又喷香水 不是 你这是挺奇怪的 我怎么 我 我 我出去吃饭 我洗个澡 怎么了 你跟我家一起 这俩出去 你都没说洗澡 又得洗澡 喷香水 跟我出去吃饭 我去 你去干什么 人家我和我同事吃饭 那你去在家待呀 要不我就跟我去 要不你去在家待呀 你挺奇怪的 我和我同事出去吃饭 你不觉得很尴尬吗 不尴尬 你不尴尬呀 我不尴尬 怎么了 我吃我的饭 你习惯 你习惯 怎么了 好好好 赶紧穿衣服 走吧 穿着衣服走了 我说不要去就不让你出个门 快点 走了 不敢趟了 正好接儿 接完儿之后一起去 走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单人一笑 刚刚跟我老公开玩笑 然后 我说跟男同事出去吃饭 我老公不淡定了 肯定要跟着我 其实本来是今天都已经约好的 是我一个 以前的一个同事 同事 他约我吃饭 我那个同事 他起儿 就是生完孩子的时候 在带小孩嘛 没啥事干 然后我同事 那个以前的同事 知道我以前做过电商 然后他媳妇也想学一学 这样就是约我出去吃饭 跟我出去经验嘛 这么说吧 然后是约我 也让带我老公嘛 还有孩子 我们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去 然后刚刚跟我老公开了个玩笑 他就有点不淡定了 他以为我要出去干啥呢 好